指定行加工 在暂停状态下 按第二功能 然后按循环自动 这里要求输入执行的行数 把执行的行数输入到里边 我们现在假设从一 1050行运行 然后输入 然后它就会进入语法解析 然后解析从输入行开始运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